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国良表示接下证书后会跟市政府团队共同努力 随时倾听人民的声音打造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这是谢国良一大早都到火车站去卸票现场 跟民众感谢与互动 其实同一天也是中选会派出专人来颁发市长当选证书的重要时刻 首先恭喜谢市长当选高票当选G19届基隆市市长 基隆市长当选人谢国良也亲自接收 谢国良表示一方面欢喜一方面感受到责任重大 要随时倾听人民的声音 高兴拿到当选证书 这个对我来说意义不同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次的选战 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准备 也花了很多时间去想 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慢慢落实 那大家也有看到我今天早上 很开心的也回到了南站 再去跟所有的通勤族朋友 选民朋友表示感谢 那我觉得我以后如果有机会 我都会 我不敢说每个月 但基本上就是希望以这个频率 都能够回到街头 都能够回到大家上班下班的聚集地 去跟大家请一问好 同时间也收集民众对于生活 对于通勤对交通反应的问题 像今天早上就特别提到 公车302在复兴路那边 有些延后发班 然后半个小时以上都没有车 然后通勤族就是上班 面临一些困境的问题 我觉得然后我也看到了 在南站有蛮多的游民朋友 那我也后来去买了那个热咖啡 跟三明治跟一些饭团给他们 因为他们说他们肚子都很饿 所以我觉得能够到第一线 去跟民众多接触多互动 我觉得不管是首长 还是民意代表 我觉得应该都是一个 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之一 不应该是把说 要待在办公室里面办公 或者是就是去议题上面的会刊 是当做他们唯一的工作 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的话 多跟民众在他们聚集的地方 工作的地方 通勤的地方 询问一下他们最近的状态 我觉得会是一个 未来我想要做的一个事情的方式 而对市政新团队谢国良表示 以社会处杨育新处长为例 都是要有同理心来服务人民 他们都相当的优秀 大家都知道育新委员 他其实在19岁的时候 就有这个罹患喊病的 一个这样的经验 但你知道我很佩服育新委员 因为我跟他开会 都是我先喊累 不是他先喊累 他可以连续三四个钟头 很有热情 很积极的在一个议题上面 跟你持续的讨论很多东西 所以我其实会认为说 这是一个我的荣幸 能够邀请到育新委员 来担任我们的社会处的处长 因为就如同大家知道的 我们想打造有碍城市 就是要让真正有同理心 真正愿意把这个事情当做 终身置业的人 来做这些关怀的推动 我觉得育新委员 有这样子的特质 也有这样的专业 他也有这样的同理心 所以一方面我是说 很荣幸他能够加入我的团队 那未来我跟他会打造一个 叫做有碍城市委员会 那这个委员会是要跨部会去协调 这个未来的这个城市 如何让需要帮助的人 或者是一些比较有特殊的朋友 能够更感受到这个城市 带给他的是温暖不是障碍 举例我们平常 平常我今天说多讲一点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 我们的人行道上 或者是骑楼 他们会设定一些柱子 他们不要人家上来 他不要机车骑上来 那样其实是挡住了 我们的轮椅族的朋友 包括车站啊很多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 就是会讨论到这些东西 我们应该要如何的 去帮助这些人 而不是反而用意良好 但限制他们上来到这些地方 所以像预行委员 他就有注意他 他说我来你们基隆开的时候 发现说你们好像是 想要挡机车上来 但你们挡到的 都是这些轮椅的朋友 我说那这样我懂了 其实我们是应该要限制 这些机车族的朋友 骑上这个人行道 而不是说要拿柱子 结果是挡到了轮椅的朋友 他第一时间就发现了 基隆其实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所以我是很期待未来能够跟他 包括立场委员 在新住民方面 他也非常的关心 那我觉得多元族群 也是小孩爸爸市府 未来很重视的一环 总之就是很多东西要做 那我也很期待 因为我相信很多这些 我找来的这些局处首长 都是我的伙伴 而且能力都不在我之下 我要特别强调 同时他也宣布了市政府 未来的发言人由于志明担任 多多与民众沟通 以后也会开辟Podcast的节目 我们这边有一位发言人 大家看一下 他不只是这个 我们对于市府的发言 我今天早上在直播的时候 我还希望他是我们Podcast的发言人 因为我希望 一个市府是希望能够有 比较深度一点的时间 跟更希望听到深度评论的市民 多多谈论市政的议题 所以市政府未来一定要做Podcast 然后会争夺大家所关心的议题 来做更深入的团队 邀请更多的局处首长 大家可以看到 不管是预兴也好 立场也好 他们都是很有深度的 而且在他们领域里面 也都很有成就 所以我把我自己设定是一个团队 并不是就是以我为主这样子 其实我过去是行销专业这样子 然后因为这样 在这过程当中一直在处理新闻的部分 那未来的话市长有特别交代一个很新的任务 就是未来我们市府会有一个就是Podcast 那这也是目前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广播的一个软体 那未来我会在上面来进行一些主持 然后来跟更多的市民朋友 还有年轻朋友一起做更好的互动 目前有没有说规划说第一集的Podcast要什么内容 就是还在安排 但我是希望说第一个可以先贴近大家的生活 例如说可以讲一些美食 或者是一些基勇的好去处 从这些生活当中再去结合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这样子 让朋友们在听的时候可以更有共鸣 记者黄论生基勇报道 再带你来看基勇市议员张耿辉接获民众反应 说七堵俊德吊桥右岸木栈道 土石崩落影响民众的安全 一起来关心处理状况 服务不停歇无缝接轨 由于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 基勇市议员张耿辉接获民众反应 七堵区俊德吊桥右岸木栈道土石崩落 影响民众安全 张耿辉立刻到现场勘查 并且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封闭和改善 我想此地为静德桥 峭壁闲海 那记得耿辉在一个礼拜之前 曾经来这边会过看 因为整个沿途的不管是我们步道的一些走道也好 还是我们这边步览也好 要这种相关的签示赶快来寻求改进 还没现在正式在发发中同时又接到反应 所以我们静德桥笑臂这边整个摊放 我想这个除了请公务处立即处理一并病案处理外 还是呼吁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因为我们基隆市是一个多余的城市 最近的豪大雨 务必所有的包含我们的桥梁的桥墩 河岸的沐岸的沐坡 还有我们溪流的沐坡 要做一并的总检讨 以免一些意外事情发生 尤其这段时间真的是豪宜沉灾 很多的事情层次不穷 那也希望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务必要有所警惕 尤其这边河滨步道这边 经常有市民好朋友在这边休闲的走动 那为了防止他们安全曲线 我希望兴趣 相关单位能够兴趣来解决这些问题 由于七堵段河堤步道 早已经成为民众休闲散步运动骑车的好地点 郡德吊桥更是连接两岸重要的警官通道 因此张耿辉希望相关单位 尽快处理崩落的土石 恢复河堤步道的通行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另外市议员张炳君 在网路上看到民众传上一段 国小学童和越西定路 盛兴高中前马路的危险影片后 非常担心主动邀及市政府相关单位 和里长一起办理会刊 希望增设红绿灯行人触控按钮 让学童过马路更安全 影片中两名小学生在盛兴高中前 闪黄灯的斑马线想要穿越西定路 不过大小车辆实在太多 小朋友想趁空挡一鼓作气跑到对面时 人车交杂险象还生 这是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自己在网路上看到民众上传一段 国小学童横越西定路盛兴高中前面马路的危险影片后 非常担心 因此就算选举刚落幕高票当选 服务依然不停歇 无缝接轨 立刻主动邀及市政府相关单位和里长一起办理会刊 将增设红绿灯行人触动按钮 让学童过马路时更安全 我们身心国小前面办理这个会堂 就是希望来去增设我们的行人交通炮制 在我们所有学童在穿越西定路的时候 由我们的红绿灯来去守护他们的安全 而今天邀请了我们交通处还有我们称播号里长 共同来去讨论 就是因为有民众在网路上反映 而学童在穿越马路的时候 因为没有红绿灯的保护 所以让他们跟车车道 都很有可能发生交通意外的发生 而经过我们会堂的讨论的结果是 我们决定将我们的管制时间 红绿灯的管制时间延长 先来暂时性的守护我们学童上下雪的安全 同时我们也请交通处在我们这个路口处 来去征设我们新能触控式的红绿灯 未来在所有学童 还有我们附近的居民 只要穿越马路的时候 都可以藉由我们新能触控控制 来去守护自身的安全 那未来平均也会来持续 来去争取更多校园前面的 新能触控式的红绿灯 来去保障我们所有学童的安全 让他们成为国家未来的动量 另外会堪结果也将在早上八点 交通控制管制时间延长十分钟 到八点十分 方便行车安全和顺畅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手工造达人 陈曼提将艺术美学融入手工造中 这次受邀至中山热林学习中心授课 带学员制作蚕丝胶原造 桃胶美颜造 海洋情境造 甚至连基隆的地景都入造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手工造融入生活美学展现在地特色 这已藉由热门打卡景点 郑冰色彩屋为主题的艺术造 在学员们的手中栩栩如生的出现 点上金箔当窗户闪闪发亮 我们现在所做的手工造 是要传承给每个地方的人都可以喜爱 我就把基隆的印象基隆的这一个 郑冰遗感以及这个彩虹屋把它融入进来 感觉上就会更有那种情境的意味 像这种色彩我们全部都使用的就是矿物 矿物粉之类都是属于天然的东西 手工造它是本身是用冷制 低温冷制去制作的 所以它保留的就是有干油的部分 所以在洗的部分就会觉得 它洗起来就是比较滋润 采访当天金斩花手工艺术造正在诞生 严格把关材料配比 先后顺序及温度控制 全天然香气四溢的手工造终于入模 静待完全干燥后就可以脱模 切块打印使用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心情变得很快乐 因为它真的就是会让我们身处在这个情境当中 静静地做香皂 然后慢慢欣赏自己的杰作 没有想到手工皂制作过程这么繁杂 但又如此疗愈 看着几个礼拜下来的成品 蚕丝胶原皂 桃胶美颜皂 海洋情境皂 如艺术品般的手工皂 学员们笑着说舍不得拿来写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些热灵组 有更大的创意 发挥它更多的想法 然后再结合我们在地特色 手工在我们平常看到 它只是强调是健康的 可是我们现在融入了这么多特色情境 进阶在学习 热灵生活追求健康 也追求生活美学 透过这一堂艺术造课程 让生活幸福美好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干什么簽》 《文杰盘师公司》 终于可以接的任务了 什么 没WiFi 没WiFi 这里是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ASH WiFi穿透力更强 合肩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圣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ASH圣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最后一级终于上了 没关系 没有WiFi 我的WiFi 没WiFi 这里是 我在哪儿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A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再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A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欢迎回到中加新闻现场 为了让台语母语及文化 沉沉下去 金融市产发处委托民间举办 基隆台语会本亲子营 邀请家长带着孩子走访 基隆著名的三间寺庙 透过台语老师解说 重新认识家乡 拨避均匀 台语这里的是 区型梯织 区型梯织 对吧 所以这就跟小朋友 什么 来到清安宫 孩子们仔细聆听 导演解说 他在私家是 你的泰色 就是徐丹 这样关职就好了 你没听错 导演全程台语解说 家長帶著孩子們透過台語拼音 認識廟宇文化 吃好來保護廟宇的廟宇很大好 如果好出來就趕快來吃香菜 所以一家有一家兩家 三家四家 有安家行銷工作室 協同基隆親安宮 六堵慈鳳宮 暖暖臣服宮 共同舉辦的基隆台語繪本 親子營 第一站來到親安宮 透過走讀及繪本說故事的方式 讓親子共同接觸台語 學習珍貴的母語文化 我今年九十六歲 九十六歲 都說台語 國語我會聽說得好 台語說票正 所以今天這個節目還有誰啊 剛才這個老師說我怎麼聽到 所以多多瑟喜啦 我們這個活動跟學校學的台語比較不一樣 這個活動是安排我們的小朋友 到我們傳統文化的現場 來看傳統文化 所以說我們是透過這個從在地學習 場域學習的觀念 讓我們小朋友自然而然的學會說台語 主辦單位透過親子營的活動 希望讓更多民眾加入推廣台語文化行列 記者黃少鳴記錄報導 又是酒駕惹的禍 只有有一名男子喝酒還上國道 經過五堵一個彎道 失控撞上了停在路邊的車輛 總計由五台車遭殃 警方側九側指示0.8 明顯超標 意外現場一片狼藉 停在路邊的車輛幾乎毀損 道路中間還有輛擺設轎車 停在路邊的車輛遭到波及 還連續的撞在一起 車頭和車尾都受損 尤其是最後的兩輛車 毀損程度特別嚴重 這起重大車禍意外發生在基隆七堵 一名二十多歲成姓男子 六日凌晨三點多 喝了酒開車回家 他從基隆市區上高速公路 到了五堵 開過了賭南街一個大彎道 卻直接失控撞上鄰停車輛 導致有五輛車受損 本分局轄內發生 酒駕造勢意外 經遠景道場 該造勢駕駛已經送醫 我們現場調查 駕駛系酒後駕車 插撞路邊五部汽車後翻步 經酒車值為0.82 全案依公共危險 移送基隆地建署偵辦 男子闖禍後躺在單架上 被救護人員推上救護車 喝了酒還開車 甚至警方也發現他還是個無造駕駛 回到事發現場 還有好幾輛車的車主 還沒有把車領回 好端端的停在路邊 也會無辜遭到迫擊 成型男子不只要吃上行責 酒醒之後還得面對 這五輛車的巨額賠償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 今日我們已經熟悉 從手錶手機得知時間 但是人們是如何接受 現在的時間觀念與制度呢 要帶你來看 台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 目前展出 易潤現代 民科時間特展 邀請觀眾探索1930年代 人們在勞動 學習 消費等生活的日常 反思今日對於進步的理解 與生命意義的追求 議論現代民科時間特展 以1930年代為背景 探討現代時間制度 引入台灣後 所帶來新的生活規律 與城市運作 人們在勞動 學習消費休閒的新規律中 是如何接受 現代的時間觀念與制度 以及時間機制 如何刻畫現代日常 他主要談的是 現代時間的制度跟觀念 是如何落實在我們的生活日常 變成我們的一些生活的標準 或者是準則 當然現代時間 或者是機械化的標準時間 源自於日本殖民台灣開始 那將現代的制定了 那將現代的制定了標準化的時間 然後相關的觀念跟推廣 那我們第一個展規律中 就是談這個落實的過程 跟用這個島都 就是台北的1930年代的台北 作為場景 作為場景來說明 現代的時間跟新的空間或新的機構機制的出現 跟新的身份 新的身份 或者是人民的生活的關係 那在這個 比如說在清晨的這個六點 我們談的是批發市場 談的是這個市場的集中 那當時需要把所有的這個果菜 集中在一個批發市場來排卖 那所以有新的制度 新的農人 有小農 有中間商 有一些制度 那也有些時間的規定 那在這個過程有一些適應的問題 那類似這樣 所以島都就談了從清晨六點到晚間十點 各個不同時段 可能出現的不同的身份 包括剛剛講的農人 工人 學生 以及可能有一些 比如說這個體操 做體操的這些活動 到晚間有一些新的百貨公司 這個電影院等等這些出現 展覽分成現代時間的鑲嵌 島都24時 以及時間的模樣 透過展覽引領觀者 思考生活在各種時間刻畫的日常 時間是枷鎖亦或是自由 那所以第一展間的意思是說 我們有了這些現代化的商品 有了現代化的機構 有很多的這個休閒娛樂 漁星節目 社會好像在進步 除了這個機械的時間之外 另外有一個是我們現在使用的這個西洋曆 那這個的在一年或一個月或者一周的這個時間段落裡面 我們想想看有哪些時間被凸顯 有哪些時間好像又被抹除 那這個原因是為什麼 那到底我們應該如何面對時間跟我們的關系 跟我們社會的關係 所以我們說時間的模樣 我們今天探討時間的模樣 這個臺灣博覽會這個特展 那延續到這一次的這個時間的民科這個特展 我們希望展示的讓各位了解 臺灣在現代化過程裡面 尤其在1930年代那時候 居住在這塊土地的民眾 臺灣人尤其在平常日常生活裡面 包括這個勞動 學習還有這個消費 還有休閒的這個過程裡面 時間對於這個生活的規律 以及這個整個城市的運作 所帶來的這個影響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展 來了解 來探討這個都市有關 比如說時間對於生命的意義 還有這個進步的一個詮釋 等等這樣的一個課題 臺灣這近200年的發展 從農業時代到殖民經濟到清工業到目前 我們說高科技的ODM OEM 以及就是數位時代的5G時代 在這發展過程中 時間發生很多深刻的影響 在這裡面大家的生活習慣 隨著時間也做了很多的改變 那今天穆老師提供的策展 我剛才也稍微看了一下 其實也對於這個文明跟 時間發展就是進步文明所產生的形式 不管是女性的議題 不管是勞工的議題 都隨著時間在地邊之中 產生對臺灣豐富深刻的影響 議論現代民科時間特展 即日起至2023年10月15日 在臺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展出 歡迎民眾前往參觀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按讚 終於可以寄的任務了 什麼 沒Wi-Fi 沒Wi-Fi 這裡是 Wi-Fi 一到廁所 你家就像Wi-Fi孤島 三家寬評